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各位法師、各位同學請坐 請坐 請大家跟著我一齊歸依三寶 阿舍黎傳念 我弟子描音 始從今日 乃至明存 歸依佛陀 兩足中鑽 歸依達摩 離獄中鑽 歸依爭騎 請看大經科著 第一百五十三頁 倒數第六行 從中間看起 由此言至 從這裏看 百萬阿珍奇恩怨 以起華嚴之典 華嚴經的興起 是百萬阿珍奇恩怨 華嚴講原生 講十法界醫政莊嚴 無一法不是因原生 就是華嚴 一大事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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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法華之教 法華經 興起 是一大事恩怨 法華經講聖句 華嚴講原起 聲句是講自性 自性的本身 原起是自性與原起用 這兩部大經都屬於原教一成 亦為為此法之由罪 這兩部大經也只是無量受經的有罪 換句話講 聖教三分 一切經典 古大德將它分為罪分、正宗分、流通分 在一代時教裡頭 華嚴和法華都是罪分、無量受經是正宗分 這種講法 很難得 將無量受經 提升到 適家謬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 無量受經第一 在華嚴發華之上 講出這部經的價值 亦講出這個法門的重要 是否真的呢 後面有句話講 華嚴經末 這裏還有一句 我從這裏跟著念下去 這兩句話 是黃念祖老居士寫在這裏的 亦是祖師大德的意思 不是他發明的 古人就有這種講法 本經是無量受經 正是一大藏教 那就是大藏經 適家謬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教 無一樣不回歸淨土 下面舉例 《華嚴經》的後面 《普賢大事》 《十大願望》 《度歸極樂》 《時期明正》 這就是證明 《華嚴最後回歸淨土》 我們在《五十三叉悟》裏看到 文殊譜言 證得究竟圓滿 是用什麼法門 信願辭明 往生淨土 我看到這段經文 先跪以淨土 未看到這段經文之前 我對淨土尊重 我對淨土尊重 沒有發心想學 總以為華嚴發華殊聖 學習這些大經大論 講華嚴講了四千幾個小時 講得津津有味 你如果問我得不得受用 你如果問我得不得受用 沒有真正得受用 這是什麼原因 用現在的話來講 早年學的是知識 佛教的知識 無開悟 未開悟 未開悟算成就 給不上淨土 淨土唸這句佛號 信願辭明 真實功德 真實功德 只要發心求往生 沒有一個不成就的 話嚴不得 沒有大切大悟 明心見性不算成就 你就知道 談何容易 我們再看最後那一段 那一段和註解裡頭講的 完全相同 我們回來看註解 經歷 本毛高下 念佬在這裏用煎檀香 我們通常講的檀香用它來做比喻 誓傳49年所講的一切教 全都是從自性裏面流出來的 就好像煎檀檀香一樣 每一片道香 用檀香比喻聖教法法圓頓 49年所講一切經 每一步經 每一步經 每一個法門 都是怨頓大法 無高下的 這樣講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們看禅宗六祖 五祖 慧能大師 他在黃梅八個月 去黃梅參五祖 五祖 見面的時候 五祖 問祂的 家庭生活狀況 知道祂是個斬柴的 在山上斬柴 擔去城市賣 在山上斬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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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生活很辛苦 五祖 五祖 問祂 你來這裏 想求什麼 能大師 答祂 我來這裏 只想做佛 大概五祖 和尚一生 都沒有遇到這樣的一個人 祂來廟道是想做佛的 來做佛 就要幫祂成佛 稀有的恩怨 用什麼辦法幫祂 還是祂的老本行 分配祂去柴房裡頭破柴 棕米 祂在黃梅八個月 就做這種事 從壇經上的記載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人老實 聽話 真做 這就是祂 所以能成佛的本分 我們不能夠成就不老實 不聽話 不肯真做 所以學佛學一世都還是凡夫 念佛不會往生 那你有沒有想到 那你有沒有想到 破柴這一法 破柴這一法 是圓頓法 中米這個法也是圓頓法 衛能大師做出來給我們看的 所以中門大德常說 會嗎 你會不會 會 哪一法不是佛法 中米破柴都是佛法 不會呢 華嚴法 華無量壽 擺在面前 亦不是佛法 為什麼呢 你開不到悟 你最多在這兒學了些佛學常識 對界定為三學 毫無關係 能大師每日破柴中米裏面都是界定為三學 我們不會呀 人家會呀 八個月成功了 慧能大師知道 五祖隱和尚知道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黃梅道場沒有一個人知道 五祖隱和尚判斷八個月大概熟了 跟熟了 跟熟了 跟熟了就可以傳法了 於是宣佈傳法 公開的 每個人作一手計來看 真是明心見性的衣撥傳給他 作為第六代祖 這道譚經上記載得很清楚 三日沒有人情計 所以 因為大家心裡有數 因為大家心裡有數 我沒有辦法不寫不得 寫又怕五祖 批評 最後逼到不敢送去給五祖 寫了一首席貼在牆上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事事勤忽式 密使野塵愛 這首是神授大師寫的 五祖看完讚嘆 不錯 叫寺院尊女頭大眾 照這首計修行 叫大家對這首計鼎禮 毛拜 這種是眾法 眾道 沒有說任何話 照見神授問他 是不是你寫的 他說是 五祖就跟他說 未見性 過幾天 你再寫一首給我看 這件事情 整間寺院都震動了 大家都念這首計 能大師聽到 請人帶他去貼計的地方 等他也去拜一下 種一些禅筋 從這句經文裡面 我們就知道 能大師老實 為什麼呢 在黃梅住了八個月 這間寺廟的環境還不熟 禅堂在哪裡不知道 廣堂在哪裡也不知道 這種就是老實人 叫他鍾米 他就在對訪裡過了八個月 除了對訪之外 他什麼都不知道 老實到這樣的程度 人家將他帶到手計 他拜了三拜 跟人說 我亦有一手計 請人將他寫在牆上 這首計是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飛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愛 這首計寫出來之後 大家都非常驚訝 五祖聽到 趕去那裡 除了鞋 把那手計拆了 跟大家說未見成 大家就心平靜了 第二天 第二天 五祖巡寮 巡寮就是 寺院裡頭 每個地方 他都去看一下巡寮 用這樣來掩人耳目 令大家不會覺得奇怪 巡到對訪 見到惠能在那裡棕米 問他米熟了沒有 這個是禅機 人家聽不懂 能大師說 早就熟了 尤欠西在 還沒有西 求西在西是什麼 求他和他印證 五祖拿著拐掌 在對上敲了三下走了 能大師知道 這三下就是 半夜三更 你來找我 人都睡了 他們兩個真的是通了 三更他去推門 推方像室門 門裡頭沒有山 一推就開了 見到五祖 五祖叫他坐下 用袋沙圍住 怕被人見到 和他講 金剛經大義 他不識字 不用讀經 講到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他開悟了 講了五句話 何其至聖 本字清靜 何其至聖 本不生滅 何其至聖 本字具足 何其至聖 本無動搖 最後一句 何其至聖 能生萬法 五祖一聽 行了 下面不用再講了 伊勃就傳給他 叫他快點走 為何怕別人不服 要鬧事 五祖船都和他準備好 快點走 去哪裏 你從哪裏來 你就回去哪裏 五祖三日 沒有開房門 三日之後 先將房門打開 和大家講 伊勃已經走了 於是大家就知道 威能拿走了 不甘心 不情願 傳寺廟的人 分頭去找 希望將伊勃搶回來 大句大眾怪誤了 老糊塗了 為何將伊勃 傳給這樣一個人 明白老和尚心意的只有神獸 神獸知道 自己確確實實比不上為能 神獸那手計 還有分別還有執著 能大師那手計 解脫了 這樣就說明 為能大師 鍾米破柴 是他在黃梅修行的法門 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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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大師尚尚跟 他會 叫他鍾米 叫他破柴 得 能成無上道 鍾米是界定為 他會 他能在裏頭 界定為三學圓滿 八個月的時間 他得三會 開悟了 聽五祖 聽五祖 講金剛經 講金剛經 你們翻下經樹 大概不到四分之一 他就大切大悟 你一悟 你一悟 不是金剛經 明白了 釋迦摩尼佛四十九年 所講的一切經教 他都通了 他全無障礙 我們在彈經上看到 他在逃避 寺遠的人追他的時候 在曹喉村遇到 無盡狀比丘尼 這個比丘尼是像 這盆經的 每日讀宗 亦是一門深入 未開悟 他在讀經 慧能那個時候二十四歲 未出家 是在家 不是出家人身份 他聽完之後 告訴他 無盡狀比丘 佩服得五體頭地 捧著經理向他請教 他說我不識字 他就很驚訝 不識字你為什麼 講得那麼清楚 那與識不識字 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例子 發達禪師 去曹溪參拜 逃無套地 起床的時候 六祖就問他 你深度一定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是什麼 他講出來 他中 法華經 三千步 法華經很長 雖然只有七卷 長卷 一天 一天大概就中一步 那三千步十年 也是十年一悶深入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他得法華三枚 未開悟 向六祖請教 六祖說這部經 我未聽過 你既然唸了這麼多次 你唸給我聽一下 《法華經》 《法華經》二十八品 《法華經》二十八品 他只唸到第二品 《方便品》 六祖說得了 不用唸了 我全知道 告訴他 他開悟了 世出世間 一切法 你去問他 他沒有一樣不知道 這種是見性的人 為什麼呢 一切法 是從自性裡頭流出來的 自性是能生 一切法是所生 既然明心見性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沒有一樣不知道 法法完全通達 世間法也完全通達 這是真開悟 所以佛法的教學 以什麼為目標 以開悟為目標 悟有小悟 有大悟 有淺悟 大切大悟 這樣成法 三悟 三悟 也有淺心 真正開悟的三悟是 不起心 不動念 眼見識 以文性 六根對六層 境界 不起心 不動念 這種是大定 到極初 就是自性本定 慧能大師 慧能大師說的 何其自性本無動搖 這是自性本定 自稱是真心 和我們說真心是不動的 真心是定的 我們現在的心七上八下 妄念很多 妄心 妄心是生滅心 是動的 不穩定的 真心是不動的 於是乎我們就 體會到一些消息了 中米 為何能明心見性 專心中米 中度不起心不動念 不分辨不執著 破柴專心破柴 真度無起心動念 亦無分別執著 這就是自性本定 得到自性本定 說不定是甚麼緣分 突然之間 叫你大切大誤 慧能大師 是聽金剛經 開誤的 換句話說 他先得三回 這個三回是中米破柴三回 不是其他的 但是通通都一樣 法法都是圓頓的 沒有一法不是佛法 不會 為什麼每一法 是佛法 intuit 所以金剛經上跟我們講法法平等 無有高下是真的一點都不假 法門平等大小城平等顯教物教平等 世法佛法平等妙極 釋迦牟尼佛大切大悟在菩提樹下入定 他成就三回夜倒明星那是緣 夜晚在見到天上的星星大切大悟 因緣都沒有一定 說不定在幾時說不定是遇到什麼他就悟了 但是誤的條件一定是得三回 深深三回 這三回就是六根在六層境界 確實不起心不動念 不執著是淺的三回 阿羅漢所證得的 不分別心 菩薩證得的 不起心不動念 發身菩薩證得的 發身菩薩就是佛 是一般痛徒對凡夫的教學 古人是一門深入 就是一部經 不學第二部經 是一部經指什麼呢 一部經你去唸它 一日唸它 時時刻刻唸它 一日唸上十個小時 三年不間斷 就得三回 念無量壽經就是念佛三回 念華嚴經華嚴三回 念法華經法華三回 三回名稱無量無變 得的定功是一樣的 所以通通能開悟 世間法亦不例外 你說一部四書 你如果一日唸它 唸上十年 什麼意思不要理它 我一個字沒有唸錯 一句無留 讀上十年就得三回 那個三回就能開悟 法門平等 佛法裡頭 八萬四千法門平等 世間法和佛法亦平等 為何平等都能幫助你開悟 我們如果明白這個道理 你才知道怎樣的學法 這個道理不懂 你怎樣學都不如法 為什麼呢 你登不了定 你開不了誤 你還有妄想 還有分別 還有執著 妄想分別 還有執著 妄想分別執著 通通具足 這就是六度凡夫 所以這兩句話 我們要明白 對一切法 我們會有尊重心 不敢輕慢 知道一切法 本無高下 為什麼會有高下呢 為以眾生 夠重 像心 心粗 自裂 基於黃線 而不能撐 用這些來做比喻 我們為什麼會見到法不平等 是我們 究竟是掩污 什麼掩污 煩惱掩污你 迷惑障礙你 你無自慰 你無自慰 無定功 夠重 將心 心粗自裂 就是我們講的粗心大義 心浮氣躁 這樣的心態 學佛很難 佛教我們唸一部經 唸經不是為其他的 唸經是修定 我們不是上上根基 叫我們日日中米破柴 我們開不了五 惠能大師德 他給我們高明 對知識分子 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叫他讀經 讀經是什麼呢 修定 絕對不要想這部經 經這一句什麼意思 這一段什麼意思 不可以 那你就有分別 有執著了 你就不會成就 你斷不了煩惱 你得不到三回 要怎麼念呢 從如是我文一直念下去 不理它是什麼意思 絕對不想經是什麼意思 經無疑事 只要字 沒有念錯 沒有念留著 只把握著這個原則 意思是什麼 不理它 一一念 老實念 不理它 唸上幾千次 只有三回 為什麼呢 目的達到了 這個目的就是經題上的清淨平等國 念到清淨心 現前 清淨心生自衛 小自衛 是小成自衛 聲聞原覺 這樣比一般人聰明多了 如果得平等心 平等是沒有分別的 菩薩所得 修得的 提醒 菩薩心平等 小成心清淨 你們到船得三回 覺 就是開悟 就是自見 讀書千篇 奇異自見 自己明白了 這樣一明白就全都明白了 不是這一句明白 這一段明白 全部書明白了 其他的未學過的 只要一看就不明白 一聽就明白 沒有看沒有聽不知道 一看一聽全知道 佛教的智慧 佛教教學的理念 教學的方法 和世間完全不同 佛教傳道中國 這些智慧理念方法 儒家 得道了 得道了 他採納了 道家也採納了 所以佛講界定為 恩界得定 恩定開慰 開慰就是自見 如同道道 如同道都了解 都明白 都接受 都明白 都接受 那些人看余体道和看佛经没有差别 所以中国余式道是一家 表面上有份实际上没有份 他们全贯通了 我们凡夫就这四个字 够重脏心我们怎么消除业障 刚才说过 一门深入就能消业障 就能得清淨 不可以想经的意思 一想经的意思就是掩污就是分别 所以不准想 读经的目的是什么 读经的目的是求清淨平等国 这种是真做是会 中门所说会吗 那就是会 会什么 不分辨不执着 那就是会 不起心不动念 否则心粗自劣自劣自劣是无自卫 粗心大意 那遇到佛法 进不去 听讲经教学听过皮毛 慧能大师一听开午 我们听完听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心清静 他没有妄想 他没有习念 道理就是在这里 华言经上跟我们说 生佛平等 众生和佛是平等的 不同的地方是佛菩萨远离尘救 没有障碍 我们这些凡夫 身心的掩污 一年比一年严重 一日比一日严重 学佛着了学佛的相 在佛法里面 诵起分别 诵起执着 感错了 这是学什么 学佛学知识 学佛法的知识 是世间法 不是佛法 因为知识 没有可能了生死 不会出三界 佛法的知识是善的 将来学得好好 来生三五千度 出不到六度轮回 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的 如果遇到淨土法门 僥倖的话 你信愿持明 往生淨土了 往生淨土 超越轮回 超越十法界 生极乐世界 凡性同居土 但是极乐世界特殊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 和一切诸佛世界不同 一切诸佛世界 是缘起的 话言经上的缘起的 因缘生法 有生有灭 祈乐世界是盛起的 是自性流露出来的 自性不生不灭 自性不救不静 所以祈乐世界 四土三贝九品 全是盛起 它不是缘起 这就非常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机会太难得 百千万劫难遭遇 彭济清居士跟我们说 无量劫离 稀有难逢的一日 我们遇到了 它的意思就是 你怎会遇到淨土法门 你怎会遇到无量寿经 无量劫稀有难逢 你怎会遇到 这个遇到不是偶然 大乘经上佛说 能遇到的 都是过去生中生世世 供养无量诸佛如来 有这么大的善根 这一生遇到 这一生遇到 得 无量诸佛的加持 所以 你能相信 你能怨 你能老实 清念 就好像 可言老和尚 不识字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 举足 遇到这个法门 就成功了 二十岁出家 师父就教他一句 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 这个人的成功 就是老实 听话 真做 到一百一十二岁 九十二年之中 一句佛后无中断 除了这句佛后之外 他无妄想 他无集念 他的心是清淨心 是平等心 清淨平等 中得了的吗 清淨是阿罗汉 辟知佛 平等是诸大菩萨 秀 大家可以追答 你能归得我 与大菩萨 比重 养 精淨 能力 分瘦